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 感谢赞美主 今天能来到这里真是非常非常大的荣幸 竟然可以李牧师帮我在旁边翻译 真是很不好意思 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 今天能够有李牧师的翻译真好 我们一起服侍主 我们一起来服侍主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 我希望在未来一年里面 我的广东话可以有很大的涨进 我的广东话会有很大的进步 这样的话就不用麻烦牧师来帮我翻译 这样就可以继续让李牧师一起服侍主 不过我可以自己讲广东话 所以每一次来到你们的教会 我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每一次我来到贵教会 我都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我今天进门的时候 我今天进来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门口 摆了一个让大家去投票的桌子 在门口我们摆了去投票的一个摊位 这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的理解 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这样的理解 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跟你讲 有这样理解的教会 非常非常的少 有这样理解的教会是非常的少 有在座弟兄姐妹 这样的理解非常非常的少 有这样理解的弟兄姐妹是非常的少的 所以你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精兵 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精兵 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还有一个非常令我感动的地方 刚才报告有讲说下礼拜六的下午两点有追思礼拜 刚刚就在报告里面讲到下个星期六的下午 我们有两点钟的追思礼拜 我参加很多追思礼拜 但是没参加过婚礼 我参加很多个追思礼拜 但是没参加过婚礼 我每一次去追思礼拜的时候 我每一次去追思礼拜的时候 都让我再一次重新思考我的人生 每一次的参与都会让我重新地来思考我的人生 我想这位弟兄当他在教会的时候 他得到了正确的教导 我想起这位弟兄在教会里面得到正确的教导 所以他告诉大家说 请你们穿彩色的衣服来庆祝我回天家 所以他会告诉大家 请大家穿上彩色的衣服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是应当欢庆的日子 因为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应该庆祝的日子 而且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期待的日子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期待的日子 感谢三位主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 这样就让我们再一次明白 我们活在地上的时间 我们活在地上的时间 我们要好好地珍惜 我们要好好地珍惜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 又紧紧地把握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世代邪恶 你们要爱惜光阴 你们要爱惜光阴 所以今天我在你们中间 我感觉到非常地自在 所以今天我在大家当中感到非常地自在 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些 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 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题 今天我们要讨论很多人 都不能够太明白的一些事情 我知道你们都已经懂了 我都知道你们已经懂了 但是我希望 但是我希望 你们可以每个人出去 借着这个机会建造门徒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如此出去建造门徒 所以这是我一点一点的浅见 这个是我一点一点的浅见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今天的主题是 按圣经原则投票 按圣经原则投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 我们先来看一节以下的经文 这一节的故事 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 这一节的故事 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 就是我们常讲的 一千两 两千两 还有五千两的比喻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是 一千两 两千两 还有五千两的比喻 我们看到那个领了五千两的 我们看到 他就拿了五千两的 他就去用这些钱去做事 他又赚了五千 他又落用这些事 领了钱来做事 他又赚了五千 那个领了两千的 这个领了两千的 他也另外赚了两千 他又另外赚了两千 可是那个领了一千的 那个领了一千的 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埋在地下 对不对 他埋在地里面 对不对 在大家都出去 按照神的真理 去做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一起出去 按着神的真理做事的时候 我不要 我不要 他拿一个产的 绝了一块地 把钱放下去 他说我不需要 我要在地上挂个洞 然后把钱放在地图里面 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但我要记得一件事 主人会回来 主人会回来的 主人没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好开心的 主人没回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心心 是不是你的钱 就放在地里面 你的钱就放在地里面 吃 喝 玩乐 吃 喝 玩乐 我们可以做一切 我们享受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一切 我们很享受的事情 可是 但是主人会回来 但是主人会回来的 这样的日子 没有几天了 这样的日子 不会有很多日 神会问 就会发现 发生了 神就会问 我给你的钱呢 我给你的钱呢 所以我们会想到 所以我们就会想了 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要见到耶稣了 我们见到主耶稣了 李牧师站在我的前面 李牧师就站在我面前 主耶稣就问他 主耶稣就问他 问我了 我给了你五千两 我给了你五千两 你做了什么呀 你做了什么 李牧师就说 李牧师就说 主啊 主啊 请看我们的Centu教会 请看一下我们Centu教会 主啊 你听到我的讲道 啊 你听到我的讲道 你看到我的服事 你看到我的服事 主耶稣就说 哇 你真是中心又良善的仆人 主耶稣就说 我给了你五千两银子 做了什么呢 我给了你五千两 五千元你做了什么 我一想 哎呀 哎呀 Felice就说了 好像祷告会我也没去 哎呀 土国会又没去 小组我也从来没参加 小组也从来没参加 然后呢 到了主日的时候 我好像就坐在那边玩手机 哎呀 在主日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边玩手机 好像 美国大选要投票的时候 好像你美国大选投票的时候 我就说哎呀 这个太不圣洁了 哎呀 这个投票太不圣洁了 这个是世界的事 我是天国的子民 哎呀 这个是 地上的事 天国 我是天国的子民了吗 这事我不能干 哎 这个事 我不做的 然后 神会对我说什么 然后 神会跟我说什么呢 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神就说 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去吧 丢你在个黑暗里面 那当然 我不希望我真的站在主面前的时候 听到这一句话 当然了 我好不希望自己站在主面前 会听到主会跟我这么说 这些东西嘛 所以感谢主 最感谢主 我们活着的时候 抓住每一个到我们面前的机会 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去把握住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机会 每一个为主发生的机会 每一个为主来到去做的和服事的机会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有投票的权利和机会的 你知道吗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到投票的机会的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只要说出他们是基督徒 你知道吗 在地上有多少人说出他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他们会被杀头的 他们会被杀头的 可是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但是正是在他们这样的环境里面 却造就了非常多坚强勇敢的基督徒 但是造就了非常坚强的基督徒 我们的环境很棒 我们的环境真的不错的 如果你在Centu教会聚会的话 如果你在Centu教会聚会的话 那我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了 你真的是有福的人 你真的是有福的人 你们的教会不禁止圣灵 你们的教会不禁止你们去做正确的事情 这个教会不会禁止你们做正确的事情 你们的教会敢于发声 而且为美国祷告 这个教会是敢于发声 并且在美国里面为神做一些事情 而且为以色列祷告 并且为以色列祈祷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所以呢 今天来的时候 不光是今天来了 我听到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 今天我来 不是今天了 我听到很多人都问我有一个问题 投票有用吗 投票有用吗 反正都作弊 反正他都是作弊 那 今天 康鹏给了我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 但是今天 康鹏给了我一个很完美的答案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就是灵 就是灵机弹 如果你去做 如果你去做 神借着你的行动去做工 神就会借着你的行动去做工 心动不如行动 心动不如行动 所以我们不光要自己去投票 所以不单止我们自己要去投票 我们要鼓励身边的人都要去投票 我们要鼓励身边的人都要去投票 然后我们祷告 我们把结果交托给神 我们祷告将结果交给神 我们大家都说要爱灵社 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爱灵社 可是你们有想过一个问题吗 但你们大家有想过一个问题吗 投票是最广泛的爱灵社的行动 投票是最广泛爱灵社的行动 哪怕有的人不是基督徒 哪怕有的人不是基督徒 我们愿意看到他被犯罪的人 然后按在地上这样打吗 你能够忍心看着他们那些 让那些犯罪的人 按住在地上被人打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敢去超市吗 其实你敢不敢去 现在你敢不敢去超市市场的 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华人的老夫妻 华人的老夫妻 去超市里面买菜 在超市市场去买菜 那个老先生的手上 带来一块很好的表 老先生的手上面 带了一个很好的标 两个人出来把菜 往车里面装的时候 两个人来到去买完菜 把菜放在车上面的时候 犯罪分子过来 把那个老先生 按在地上打 为了要抢他的手表 这个犯罪分子 就是你 按住老人家 老伯伯 然后因为要抢他的手表 在地上打他 但是我们可以去改变这样的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 去改变这样的事实 我们可以通过投票 我们可以通过投票 说这种犯罪的行为 这种犯罪分子 我们必须要把它抓到监狱里面 这种犯罪分子 我们必须要把它抓到监狱里面 所以呢 所以 我们平时做很多的关怀 我们平时做很多的关怀 我们对很多的木道友 新移民 老年人 我们对很多的 木道友 新移民 老人家 有困难的家庭 我们都去关怀他们 我们都去关怀他们 但是 我们投出的票 但是我们投出的票 可以关怀到 一整个学区 可以关怀到 一整个社区 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到底在学什么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 小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学着什么 一整个城市 一整个城市 一整个州 一整个州 一整个国家 一整个国家 甚至是外国 甚至是爱国 就是我们都爱的以色列 甚至我们现在爱着以色列 所以基督徒 要作为神的代表 在世界当中 发出公义真光的声音 我们不能指望 不认识的人 为神发声 他都不认识主了 他怎么为主发声呢 我们以前也都不是基督徒 我们以前都不是基督徒 可是当我们想 我们以前的人生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想 以前我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对一个事情 判断对错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对事情的对错 的判断是很艰难的 我们做不到 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神之后 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神的时候 神的话语 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神的话语 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哦 原来这件事情 这样才是对的 原来这件事情 这样才叫做对 世界告诉我的是错的 世界告诉我们 它是错的 所以基督徒 才能代表 神发出正义的声音 所以基督徒 才能够代表神 发出正义的声音 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兵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兵 我们不是平信徒 我们不是平信徒 平信徒这个词会让人感觉说 我不是牧师 反正我什么都不干 平信徒这个字眼 我们都觉得 自己不是牧师 我们做得些什么 所以另一方面 投票也可以帮助我们 检视我们教育情况的机会 很多人包括很多牧师 很多人包括很多牧师 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孩子 在投票的意见上 发现他的下一代小鸣仔 在投票这件事上 和他们非常不一样 跟他们非常之不一样 他们感觉到很惊讶 他们感觉到很惊讶 他们感觉到很伤心 他们感觉到很伤心 孩子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小朋友从小在教会长大的 牧师的孩子 牧师的下一代 牧师的小鸣仔 读圣经长大的孩子 读圣经长大的 下一代孩子 怎么会不明白 为什么会不明白 圣经的基本原则呢 圣经的基本原则呢 他们有读 他们有读圣经的 但是他们不懂 但是他们不明白 他们有看 他们有看圣经的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把神的话语用在生活的里面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将圣经的话语用在生活的当中 发现问题并不可怕 发现问题并不可怕 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去处理 问题是我怎么处理 不要再拖 不要再拖了 2024的选举 2024的选举 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神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 跟年轻人对话 跟年轻人对话 问一问 他们对这些问题怎么看 他们对这件事情 是怎么看的 然后我们要反思 然后我们要反思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然后我们如何为他们祷告 然后我们知道 如何为我们的孩子们 下一代来祈祷 如果 如果 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孩子 哇 你交谈了之后 你教了他了 太棒了 啊 这样就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好厉害了 完全按照圣经的想法 去看现在的问题 就是用完全按圣经的 那个方法来看 现在的事情 请告诉李牧师 请告诉李牧师听 李牧师打电话给我 啊 李牧师打电话给 Feliza 我要请这么好的孩子 上我们的节目 就 我呢 真的很想请这样的下一代 孩子们 上我的那个节目 因为我们要让人看见 年轻的榜样 我要让人看见年轻人的榜样 好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 基督徒在选举里面 应该重视的几个问题 所以以下我会 讲一讲基督徒 在选举上面 应该要知道的一些事情 这些话题是 很多人不太想要讨论的 这些事情呢 不是很多人想讨论的 因为这个话题 讨论起来不开心 因为这些话题呢 一讲 讲开就不是很开心的了 神的话语是告诉你 什么东西不要做 大家不想听 因为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听 一些事情不可以做的 大家就不要喜欢听的了 好 那我想呢 这一个问题是对我个人来讲 我最最最在意的问题 但是呢 我想和大家讲呢 以下的话题呢 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在意的问题 基督徒管这个问题叫做生命权 基督徒讲这些东西是叫生命权 你在世界上会听到很多 各种不同的说法 在地上边 在我们周围 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说法 女性的自由选择 女性的自由选择 我的身体我做主 我的身体我做主 女性的生育权利 女性的生育权利 其实他们都不想要讲到 最直白的两个字 因为听起来好难听 讲的都是同一件事 其实讲的就是同一件事 就是堕胎 我跟我身边很多的姐妹 针对这件事情有过交流 我曾经和我身边的很多的姐妹 在这件事情做过交流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 几乎每一个人 几乎每一个人 不是他们自己有过堕胎 不是因为他们 他们就有过堕胎的经验 就是他们家里有人有堕过胎 就是家里面有人堕过胎 这个比例之高 是让我非常惊讶的 这个比例之高 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甚至有一个人 曾经就是堕胎手术的医生 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一个帮人堕胎的医生 你知道人不认识神 有多么的可怕 你知道人不认识神是多么可怕 他说在医院里面 他说你在医院里面 那个堕胎的小孩拿出来还是活着的 这个堕胎的小朋友 拿出来的时候仍然是活的 活着怎么办 生吐吐的怎么办 你去杀他 你犯了杀人罪 你去杀他的话 是犯了杀人罪的 医生怎么处理 医生是会怎么处理的呢 他把这个孩子 他把这个孩子 他把这个小朋友 就放在 外面门口的走廊上 就放在一个 手术门 那个室的门外的门口 走廊门口 外面全都是人 来来回回 外面的全部都是人 走来走去的 走来走去的 孩子躺在那里 很大声地哭 那个小朋友 躺在地上 很大声地哭 没有人管 没有人理他 人心刚硬到这样的地步 人心刚硬到这样的地步 我在没有信主之前 我在未信主以前 我对这个问题 我信主之后 我也是花了一点时间 我才去调整 我在这个观点上的看法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看一看 圣经怎么说 我们接下来 要看一看圣经怎么说 圣经在这个方面 其实给我们举了 很多很多的例子 圣经在这个方面 其实向我们 讲了很多的例子 在诗篇139篇 在诗篇139篇 大卫的赞美里面 你看很奇妙 你看看很奇妙 那个时候没有像 现在医院的这种技术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 那时候是没有 现在医院的技术的 但是大卫从神领受了 这样的话 但是大卫在神面前 领受这样的说话 他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大卫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以腹避我 我在母腹中 你以腹避我 我未成形的体质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大卫怎么知道 人有一个阶段 是没有成形的体质 你知不知道 大卫何时开始知道 人是一个成形的体质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知道的 以前的人的医疗的知识 跟现在一定不一样 以前的人的医疗的知识 一定跟现在的不一样 可是大卫有这样的一个明白和理解 但是大卫是有这样的明白和理解 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 我的肺腑是神所造的 当我在母腹里面的时候 当我在母腹里面的时候 神就已经复辟了他 他说 你所定的日子 我还一天都没过过呢 他说 我在地上面所导的 未有一天 未度过一天 神已经知道了 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面了 神已经将这些日子 将我自己的东西 写在他的册子上面了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宣告 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多么伟大的宣告 这就好像 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 神就已经先爱了我们 就是好像 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神已经先爱我们了 但是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 神对每一个生命 包括在肚子里面的生命 都是一样的 但是神呢 每一个生命 在肚子里面 肚里面的 一天都没到一个生命 是何等的重视 还有历史上 另外一个 非常著名的人物 就是另一个 在历史上面 非常著名的人物 先知耶利米 先知耶利米 你知道先知耶利米 是什么时候蒙召的吗 你知道耶利米先知 他是什么时候蒙召的吗 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就已经蒙召了 在妈妈的肚里面 他已经蒙召了 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 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 耶利米说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耶利米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注意啊 这是神亲自跟他讲的话 你看啊 你看清楚啊 这个是神餐子跟他讲的 神说 神说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他还没有出母胎 神就让他做列国的先知 你知道啊 神呢 他阿耶利米都未出母胎的时候 神已经召他做列国的先知 我们每一个人 还在母妇当中的时候 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仍然在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 神就呼召我们 做他的儿女 神已经呼召我们 做他的儿女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你知道吗 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两个人 两个人 施洗约翰和主耶稣 施洗日汉和主耶稣 在路加福音一章里面我们看到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个怀孕的妇女见面了 有两个 有了BB的父女见面 那这个41节开始 在这里讲到 这样讲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 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移入我耳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父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我父女的胎就欢喜跳动 伊丽莎白肚子里的是谁 伊丽莎白肚里面是谁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他是为主耶稣的来 铺平道路的那一位 耶稣来的道路铺平的 那个道路的 他是在旷野里面高声呼喊悔改的那一位 他就在旷野里面高声呼喊 你们要灰改的那位声音那位 那玛利亚的肚子里是哪一位 哎呀 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是谁 就是主耶稣 就是主耶稣 读到这里真是感谢赞美主 读到这里真是令人兴奋 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主 感谢主 伊丽莎白和玛利亚 他们都不是女权运动人士 因为如果放在现今的时代 他们两个是最有发言权可以去堕胎的人 为什么 伊丽莎白年纪老迈 因为伊丽莎白年纪老迈 你放到现在那叫高龄产妇啊 你放到现在是不是高龄产妇 哇 现在四十岁怀个孕都把人吓得不得了 哎呀 现在四十岁呢 他有了新人都被人吓得一跳 是不是这我得冒多大的风险 你知道没有多大风险吗 然后现在又带出另外一个话题对不对 现在又带出另一个话题 孩子的命重要还是我的命重要 孩子的命重要还是我的命重要 伊丽莎白没有这样想 伊丽莎白没有这样想 他从神的眼光 他从神的眼光 他去爱施洗约翰 去爱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的故事 我每一次读都要流眼泪 哎呀 施洗约翰的事迹 我每一次读都心感流泪 而且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并且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就是末后的施洗约翰 就是末后的施洗约翰 我们要预备主耶稣第二次回来 我们要预备耶稣第二次回来 那我们再来看玛利亚 我们再来看玛利亚 玛利亚更有权利要堕胎了 玛利亚更有权利去堕胎 我一个大姑娘我还没结婚 我一个大姑娘还没结婚 我还怀孕了 我还怀孕了 我跟别人讲说这是圣灵感孕 我并且要跟人说 这个是圣灵感孕 谁信呢 谁信呢 你是圣灵感孕 你还圣灵感孕 是吧 她那个婚事就得吹了吧 你吹得吹啊 是不是 然后那个玛利亚的妈妈就得劝她说 哎呀 玛利亚的妈妈就来劝她了 你不光怀孕了 你别说你怀孕了 你脑子还有点问题 你真的有神经病 为了以后啊 你还能再结婚 啊 为了你未来可以嫁到人 走 妈妈带你去医院 好 妈妈带你去医院 那肚子里是谁 主耶稣嘛 我那个是谁 主耶稣啊 所以我们知道 生命是多么的宝贵 大家都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生命是妥等的宝贵 主耶稣自己 用自己的例子 告诉我们 神对胎儿美好的命定 主耶稣亲自用自己的生命 来告诉我们听 胎儿们的生命是何等美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的四个人 我们看到这里的四个人 每一个人都是在圣经里面 占有非常非常相当重量级的人物 每一个都在圣经里面 占有非常重分量的人物 他们也都是我们的榜样 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现在活着 也都被他们的事迹鼓励和激励 我们现在活着 都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故事 激励我们 所以神的诫命里面 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神的诫命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杀人 这个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 这个是十诫里面的第六诫 不可杀人的原文 不可杀人的原文 直接翻译过来 直接翻译过来 的意思是不可谋杀 是不可谋杀 谋杀是个贬义词 谋杀是贬义词 就是我计划好的 是我计划好的 我蓄意而为的 我是蓄意而为的 而且是不意的杀害 并且是一个不意的杀害 所以堕胎这个行为 的确是故意的 堕胎的行为 的确是故意的 你说妇女知不知道 她去堕胎诊所干什么 你知道有个妇女 去堕胎那地方 她做什么的 那要做手术的医生 知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那个做手术的医生 知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所以这不是意外 这个行事不是意外 也不是毫不知情的 也不是毫不知情的 而是计划好了的行为 是一个计划好的行为 很多人就说 很多人都说 堕胎也不关我的事 堕胎也不关我的事 我也不堕胎 我也不堕胎的 我们家人也不堕胎 我家人也没人堕胎 但是神告诉我们 但是神告诉我们 不可留无辜人的血 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 在生命纪十九章 十节里面告诉我们 但生命纪十九章 第十节告诉我们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 留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免得无辜之人的血 流在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 留血的罪就归于你 有血的罪就归于你身上 十三节 十三节 你眼不可顾惜他 你的眼不可顾惜他 却要从以色列中 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他要从以色列中 除掉流无辜血的罪 使你可以得福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选票 告诉他们 我们不支持这样的行为 因为我们要我们的后代 在这地上得福 因为我们爱每一个生命 因为我们爱每一个生命 就像我们爱每一个灵魂 好像我们爱每一个灵魂一样 其他所有的议题 你可以跟我讲说 我们都不在乎 其他议题 我可以说 我们都不在乎 那么这个议题 要成为你 唯一最在乎的那个 是这个议题 你不可以不在乎 而且神告诉我们 在耶利米书七章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在第六节说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在这个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第七节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我就使你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就是我在古时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为了后代的缘故 为了我们在永生神面前的缘故 为了我们在永生神面前的缘故 请大家告诉所有的人 生命权的宝贵 请大家告诉你身边的人 你所认识的人 生命权是何等的重要 那第二个在选举当中 我们要非常在乎的议题 第二个在选举里面 最一定要去注意的议题 就是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黄牧师和李牧师在我们的中间 黄牧师李牧师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你们对以色列的议题上面 没有问题 你们在以色列的议题上面 没有问题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们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你们已经比一些神学院的院长 都强了 你们已经比很多神学院的院长更强 真的 是 真的 我有看过 某些很大的神学院院长写出来的文章 我看过一些很大间神学院的院长写的文章 是替代神学 就是替代神学 哎呀 我看完之后我心里好难过 哎呀 我看完之后心里实在太难过 你们是院长吗 你们不是院长吗 换我们哪个兄弟姐妹去做院长都好过他 哎呀 换我们以色列的其中的每一个大英姊妹 去做院长的位置 更好过他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欢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欢庆 在朱鹏节的那一天 在朱鹏节的那天 以色列的国防军击杀了三名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以色列的国防军击杀了三个哈马斯的领袖 后来被证实 后来被证实 其中有一位 其中有一位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是公义 神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 神是信实的 这个人 他就是十月七号的策划者 就是十月七号的策划者 叫叶海亚辛瓦尔 就是叫叶海亚辛瓦尔 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消灭 已经被以色列国防军消灭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更多的祷告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有更多的这方面祈祷 神与以色列同在 神与以色列同在 还有一个 现在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非常流行的话题 还有一个现在在年轻人当中非常热门的话题 我们管它叫性别意识形态 我们就叫它做性别意识形态 如果你要是仔细看的话 如果你仔细地看 不管是在图书馆 不论在图书馆 或者是在烧拼帽 或者在一个商场 商场 你会看到 有的时候你看到的彩虹的旗 有时候你们会看到一些彩虹旗 你如果数一下 你去数一下 它是六个颜色的 它是六个颜色的 而且我数过 并称我数过 绝大多数我看到的都是六个颜色 绝大多数我看到的都是六个颜色的 他们讲的彩虹 他们所讲的彩虹 跟我们讲的彩虹 跟我们所讲的彩虹呢 不是一个彩虹 不是一个彩虹 我们讲的彩虹 是上帝给我们永远的约定 我们讲的彩虹 是上帝给我们的永远约定 不再用大洪水灭绝人类 不再用大洪水灭绝人类 他们讲的彩虹 他们所讲的彩虹 是 是什么 同性恋 同性恋 双性恋 双性恋 变性人 变性人 无性人 无性人 性别流动的人 还有性别流动的人 以及儿童变性 以至于儿童变性 那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呢 现在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 美国现在非常常见的事 如果你还在看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话 如果你看中国的社交媒体的话 你可能不太知道美国在发生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美国在发生什么事 我鼓励你 我鼓励大家 多看一看美国的新闻 多看美国新闻 你就会看到 这是多么疯狂 在学校里面被教导这些东西 你就会了解到 如何等的疯狂 在学校 在大学里面 谈论这些事情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 科学越进步 我们就越聪明 有时候我们純粹都会说 科学院里面进步 我们就有改进了 你书读得越多 知识就越渊博 你书读得越多 你的知识就越渊博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 但是我现在发现 很多在世界上被称为聪明的人 很多在世界上称为聪明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都不知道什么是男人 什么叫女人 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现在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有一个女的 有一个女的 他叫Katanji Brown Jackson 他叫Katanji Brown Jackson 人家问他说 什么叫女人 我有人问他 什么叫女人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自己就是女人 因为他是女人 我问他 你叫什么叫女人 如果你不知道 什么叫女人 如果你自己是女人 都不知道自己是女人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就是女人 我就是女人 但是他的回答是 但是这个女法官的答案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生物学家 我不是生物学家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什么是男人 什么是女人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什么叫男人 什么是女人 你还要先去读一个生物学的博士 你有读一个生物学的博士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管这种东西 叫做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会说这些事情 叫意识形态 学校里面在教导这些东西 学校里面去教这样的东西 他们告诉小孩 他们告诉小孩 我们下一代听 这个是你对别人的尊重嘛 你这样不知道男女 就是表示对人的尊重 你看到一个人 你怎么能说他是男的 他是女的 你看到一个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男还是女 你怎么知道他认为自己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认为自己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看着女的 就不能叫阿姨 所以你看见一个女的 你不可以叫她叫阿姨 看到男的也不能叫叔叔 你看到男的 别叫她叫叔叔 你这个不尊重人了 你这样就不叫不尊重人 你如果要是尊重人的话 你得先问 如果你要尊重人的时候 你要先问 你好 你好 请问你 希望我管你叫什么呢 其实我想请问你 你希望我叫你是什么 如果这个人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人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人告诉你 我希望你管我叫直升机 直升飞机 如果你叫我做直升飞机 那你就是得管他叫直升飞机 你就是直升飞机的 如果你就是如果那个人 想叫你叫他做直升飞机 那那个人就叫直升飞机了 你这样的话 你才是对人尊重了嘛 你这样才叫人对人的尊重 你们基督徒不是都说爱吗 你不是说 你们在那里不停讲外 你爱人的前提 你得先尊重他嘛 你爱人的前提 你应该先尊重他嘛 所以多少基督徒 你知道多少基督徒 因为这样的问题掉到陷阱里面 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 跌落了这个险境里面 尤其是年轻的基督徒 特别是年轻的基督徒 甚至是年轻的牧师 还有些年轻的牧师都是这样 但是呢 但是 感谢主 神的话语真是有智慧 神的话语真是有智慧 主耶稣用一句话 就把他们这些东西全部破解掉了 主耶稣用一句话 就将他们这些这样的话 来搞定他 而且到最后 到最后还反问我们一句 最后还反问我们一句 在马太福音十九章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那起初造人的 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 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 并且说 因此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结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然后主耶稣反问我们 然后主耶稣反问我们 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经文你没有读过吗 所以我们读过经文的人 就知道嘛 我们念过 读过经文的人都知道 那起初造人的那一位 起初造人的那一位 他只造了两个性别 只造了两个性别 这两个性别里面 没有直升机 只有两个性别里面 没有直升机 只有男人 只有男人 女人 女人 能变吗 能够分变吗 不能变的嘛 就是这个样子 你是男就是男的 是女就是女的嘛 没没 还有得变嘛 就是男就不理 还有什么得变 所以呢 谎言是撒旦攻击神儿女的 非常有利的武器 方言是撒旦攻击基徒的 非常有利的武器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 你尊重别人有什么错 尊重别人没错 你尊重是爱的前提 这句话有什么错 尊重这个话题没错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这个人管自己叫直升机呢 哎呀 为什么你要管这个人叫自己做直升机呢 你这样不是挑起矛盾吗 你不是挑起矛盾吗 你有基督徒的样式吗 你有没有教徒的样式吗 可是我们看到 这样的人群 他们的心理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帮人的内心是非常有问题的 心理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不是说嘲笑这样的人 我们不是要嘲笑这帮人 我们要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并且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里面的问题要得到解决 因为他里面的问题要得到解决 所以在这一次的选举的加州的提案里面 所以在一次选举加州的提案里面 第三号提案 第三号条案 里面讲到说 你们就会讲到 你是否同意修改加州的宪法 你是否同意修改加州的宪法 就是说婚姻不光是一男一女 其他的都可以 你是否同意 就是婚姻不光是一男一女的 还有其他的款式的 你同不同意 No 对 很大的声音就是No 对 很大的声音就是No 不是 不同意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神说的嘛 因为神说的嘛 我的神也是你的神啊 我的神也是你的神啊 赶快悔改信主吧 快快赶快信主啊 所以 所以 我们不要害怕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不要怕去传讲神的话语 在耶利米书二十章 耶利米书二十章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我若说 我越说 我不再提耶和华 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 似乎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鼓中 我心里 我便心里觉得 似乎有烧着的火 闭塞在我的骨中 我就寒忍不住 我就恒忍不住 不能自尽 不能自禁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不要害怕传讲神的话 不要害羞去传讲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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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这个诚实话讲的就是真理 如果我们明白真理的人 如果我们这些明白真理的人 都拒绝传讲神的真理 都拒绝传讲神的真理 那么我们周围的人 这样我们周围的人 就失去了听见神话语 悔改得到祝福的机会 就是会失去听见神话语 可以得到悔改的祝福 而且我们也失去了 神给我们的呼召和责任 并且我们会失去神 对我们的呼召和任务 好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我们一起来祈祷 是的 主啊 是的 主 我恳求圣灵用你的话语来燃烧我 主啊 我使你满有爱的真理 从我身上大有能力地传扬出去 主啊 在这些人的心里 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主啊 在这些人的心里 我所面对的群体的道路 产生巨大的影响能力 主 让他们听见你的真理 主啊 让他们听见你的真理 他们的心思意念就翻转归向你 他们的心思意念就翻转 去回到你的身边 主啊 祝福我们的教会 主啊 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的国家 祝福我们的家庭 祝福我们的家庭 传讲真理 全讲真理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从我开始 求主你将那一个喜乐就充满我们 让听见的人 也带着喜乐 完全的领受 求主你帮助我们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一次的选举里面 让我们把审你的声音 审你的话语 放进投票箱里面 让你的话语 你的声音 放在投票箱里面 主在接下来 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 在接下来的 这些短短的时间里面 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去带着神你的爱 告诉大家 一定要按照真理投票 我们要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要告诉其他人 要按着真理去投票 谢谢主 求主你祝福我们 感谢主 求主祝福我们 放着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祝福祷告 我们一起说 我们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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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